原标提他长大自己设计长相去整容结果,成为整容范本图文达人君君独家原创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抄袭者,一概举报如今的社会两项,越发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 诸多人因为长相会受到别人的嘲笑甚至排挤,或者是限制了自己的未来发展等等,除了功利的态度,也有一些当代女性选择女为自己折美,因此就出现了整容一说说起整容。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一定是韩国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女性,她因长相平庸无奇,而被同学欺负。 长大自己设计长相去整容结果,成为全韩国的整容范本,她的名字叫做高允珍。 高允珍是一位韩国艺人近期在韩国的名气狂飙,突进一路飙升。 堪比创造101的杨超越了杨超越就是在出道以后,凭借长相一路飙升,也收获很多粉丝,而高允珍也是这样的例子,她年龄不大如今也只有20岁。 在学校的时候,被星泰发掘出道成为一名模特,随后踏入了演艺圈高允珍一出道,人们就被她的长相惊艳到了高允珍的五官,虽然不能说多么精致,但是组合在一起。 极其完美网友在推特上的评论,也是将她和韩国第一美女一同比较,这也足见高允珍的容貌,真的是很受欢迎了可高允珍的脸,可不是纯天然的, 而是经过手术调整的高允珍曾回忆小时候的长相,和现在的长相差别很大。 平庸无奇甚至可以说,丑陋因此,还经常被同学欺负排挤。 长大后的高允珍就经得家人的同意前去整容,但是,她不想让整容医生给自己规定,于是就自己画了一张想象中的美人, 要求医生按热化中标准为自己调整,或许医生也没想到,当年自己经手的美女,现在变成了全韩国的整容。 范本不过还是要说一句,整容有风险,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,但是一定要慎重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